Hello,各位師弟,大家好 首先祝大家考試順利和有運 去到直路了 多些休息,我想你們認識的 唯一我想分享的是 DSC和我們當年考的會考 有一個一樣的地方 它不是考一天的,不就是一段時間的 所以其實心理質素也挺重要的 譬如你考完第一天 有時候可能會發覺一條問題 想回很淺的,但是答錯 那就不要想 或者馬上就專注在下一份 因為你記住很多時候 像踢球一樣,明明有個十二碼的機會 好像很淺的題目一樣 應該正在進入的 那你也有機會是否進入 如果你記住,那整場球就看得不好 你提自己 有時候十二碼,你是會射出的 但是有時候人家又會擺灰弄的 那你無緣無故這樣 又可能會有分的 所以這些是你計不到的 所以不要想 你只想剩下的八十幾分鐘 或者剩下的幾份 paper 你怎樣考 只要專注在當日當下的問題上 那就會OK的了 祝你們順利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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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